接到指令后 官兵采取避登方式驾驶 迅速向预定地域机动 随后侦察组使用单兵雷达 无人侦察车 夜视器材等技术手段 对蓝军一线阵地实施侦察 发现敌目标后 狙击手精准狙杀 在夜间行动 我们的感知能力下降非常明显 虽然有夜视仪和其他装备的辅助 但在实际演练中 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问题 侦察组报告 我也将侦察报告发动至你终端 蓝军发现官兵动向后实施袭扰 官兵借助车载武器和迫击炮等火力 掩护工兵开辟通路 在突击队火力强攻下 官兵成功夺取核心阵地 此次使兵演练 对指挥员邻机决断 分队指挥通联 部队战术素养等能力 进行了有效检验 为下部组训实施提供了宝贵经验 我们通过射南敌情 射险环境 射强对手 倒逼分队 在争南岩石环境中 想对策 练招法 进一步提升官兵技战术水平 和部队全时段随行任务的能力 在不停既成功能 射险环境中 在不停既成功能 射险环境中